嗨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小伙一觉醒来,发现双腿被改造成机械腿后 跑起路来竟然比卡车还快的美国科幻片 幸好,拥有机械腿的小伙不仅能轻松跑过卡车 就连子弹也比不上他的速度 小伙到底是因祸得福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还是雪上加霜再也回不到过去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电影吧 男主角尼克是麻省理工大学的黑客高手 一次事故让他双腿残疾,只能助拐走路 最近,一个黑客攻击了学校的服务器 而后又开始攻击尼克的电脑 并且一直用笔记本摄像头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尼克和朋友马上开始反追踪黑客发出的信号 第二天,尼克带上女友和好友长发哥 三人准备把这个黑客找出来 经过半天的行程 他们来到发出信号源的破屋 破屋后面有一棵大树 尼克和长发哥来到屋里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人影 而车上的女友突然发出尖叫声 两人赶紧去找女友 结果发现女友被一种不迷物体卷到了空中 两人随后也遭到了袭击 第二天,等尼克醒来后 发现自己穿着病人的衣服 被关在一个房间 双腿不能动弹 对面还坐着一位穿着防辐射服的老黑 老黑告诉尼克 他们昨晚被外星生物感染了 老黑还放出一段昨晚的视频 在视频中 一个诡异的外星生物就藏在大树后面 尼克觉得不可思议 他就是单纯来追一个黑客 怎么会碰上外星生物呢 尼克还发现自己的手腕上有一串数字 而这串数字加起来 正好代表美国的外星秘密基地51区 走廊上的时钟也一直停留在12点30分 有一天,尼克走出房间 正好发现女友躺在病床上 但是工作人员却不允许他探视女友 他在这里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回答老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 尼克在通风口 无意间听到了成发哥的声音 长发哥告诉尼克 他跟尼克一样双臂毫无知觉 长发哥应该跟尼克一样 被人拿来做实验了 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的尼克 决定逃离这里 他把饼干压缩成粉末 扫在密码锁上获取了密码 当天尼克就拖着昏迷的女友 想要离开这家医院 看眼看到了门口 尼克却因为矮了一截按不到密码 又被工作人员抓了回去 等尼克再次醒来后 发现女友就躺在他身边 女友目光呆滞 尼克想要叫醒女友 却被工作人员阻止 一不小心 尼克就摔在了地上 而等尼克揭开盖着他腿的被子时 才发现他的腿 竟然已经被老黑变成了机器夹只 尼克自己都被吓到了 他拄着拐杖来到玻璃前 质问老黑对他做了什么 尼克觉得再这样下去 他可能连命都没了 这一次 他拄着拐杖 再次拖着昏迷的女友离开这里 而老黑就一直跟在尼克的后面 老黑劝说尼克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 但尼克还是拖着女友 穿过一条长长的管道 逃出了实验室 而女友一出实验室 就马上苏醒过来 两人在路边 遇上了一位好心的大妈 大妈开车载了他们一程 一路上还神神叨叨地说个不停 进去打电话求助 结果发现所有号码都打不通 而电视上正在播报抓捕他们的新闻 尼克惊慌失措地跑出去找女友 但是女友却被开大卡车的老司机带走 尼克拼命追上去 老司机一把把他推倒在公路上 看着女友渐渐离自己远去 尼克再次奋起直追 这一次 他突然爆发强大的速度 两只机器甲只竟然跑得比大卡车还快 车上的女友也摸到一把手枪 逼跑老司机马上停车 随后 尼克驾驶大卡车 带着女友逃亡 但是他们没走多远就发现 前面的道路竟然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看来 他们真的不能离开 两人只好来到一家破解的药店里歇脚 到了晚上 他们再次遇到工作人员 和两人定睛一看 工作人员竟然是长发哥 原来 长发哥假扮成工作人员的模样 逃了出来 在另一边 大妈被老黑带回实验室审问 老黑发现大妈的精神有严重问题 于是拿出手枪截裹了他 老黑随后又到加油站找到老司机 老司机说到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但是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 于是老黑又开枪杀死了老司机 第二天 三人再次驾驶大卡车继续逃亡 最后还是被路障卡住 全副武装的军队将他们拦截下来 为了掩护尼克和女友离开 长发哥主动端起枪 与军队展开火拼 尼克赶紧冲出去救责他 而知道无路可走的长发哥 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他用尽全身力气 挥舞着自己的机器手臂砸向地面 整个路面瞬间崩塌 尼克的女友看着牺牲的长发哥 心碎的大哭 而眼看他们就要逃出去时 老黑又带队射下路掌 拦住他们的去路 尼克的卡车随后发生侧翻 他和女友倒在了公路边 直升机赶过来带走了尼克的女友 老黑再次告诉尼克 他已经和外星生物完美结合 尼克这时才发现 老黑胸前的标志就是那个蓝色的名字 原来老黑就是那个黑客 就是老黑故意发出信号 引诱尼克来到这里 怒火中烧的尼克攥紧拳头 此时他的双腿爆发出巨大能量 他用最快的速度拼命奔跑 竟然成功躲过子弹的射击 尼克跑到城市的边缘 他用力撞碎玻璃则到外面 竟然是一片漆黑 尼克不可思议地看着老黑 老黑揭开头上的面罩 竟然是一个机器人 尼克此时才知道 原来他一直处于外星人打造的试验空间站 他被外星人抓到这里做实验 而老黑杀大妈跟老司机 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的实验 没有取得成功 这部电影名叫幸好 可能尼克这一生 都要在这个实验基地待下去了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哦